就在昨天 传出说中国的民航机 刻意飞越我国离岛 金门 还有马祖的上空 到底怎么回事来听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最新手风 本舰特别是因为天后的关系 所以经过中方的飞航管制单位 跟我们有联系 希望为了避免天后的影响 就这种航行航道的稍微的变化 国军还是会严格的监控 请国人放心 卓元长帮我们还原当时情况 其实是因为中国那边的天后出现了异常 所以他们那边的航管单位 有跟我们这边进行沟通说 希望可以临时改变航道 但是我方也强调说 绝对不可以靠近像是金门跟马祖的最终防线 双方都是有保持好沟通的 而另外一方面 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公布了最新民调 包括说针对赖总统的声望 针对卓内阁的满意度 都是有超过四成的 但是外界也认为说 目前的内阁团队跟国会这边的沟通 是有异常的 甚至有人形容说是外星人内阁 怎么回事呢 来听卓院长的最新受访 我知道内阁上来将近一个月了 所以各方媒体还有国人都会非常关注 所有内阁成员的表现 那么刚刚所提到的 在跟立委党团的互动当中 或许有若干刚开始的 不够双方彼此的了解 但这个都应该是半个月以前的事情 不够好的我们要努力 有鼓励的我们更珍惜 我们永远朝这个方向进行 可以听到卓院长回应说 内阁上任至今 其实已经快要满一个月了 当然说外界都会相当关注 内阁成员的表现如何 据说跟国会的沟通 有问题这一块呢 他认为这应该是半个月前的情况 目前的沟通都已经没有问题 好 好 好